你公司年終編發 今年發多少 滿多的 比長龍多喔 欸 比長龍航空多吧 亂講 我留了那錢也沒有用 難道要留一點這麼心態嗎 吳宗憲年終撒幣 多到不甘將 聲援小甜甜 使男人別動手 他都要把我多少錢 生兒子一百萬啊 生女兒兩百萬啊 沒有 珍迪很生氣 啊不要生兒子會什麼 綜藝天往吳宗憲 14號出席活動 透露二女兒Vivian 將在本月生產 Sandy則是三月 轉阿公給的紅包很好賣 公司年終也是一大包喔 你公司年終今年發多少 滿多的 比長龍多喔 欸 比長龍航空多吧 亂講 反正我 我以後留下來的 一定全部捐出來 因為我留了那錢也沒有用 難道要留給錄機拍嗎 憲哥之前是不是有不小心爆料 王少偉分手 沒有那是在節目裡面啊 對啊節目裡面啊 然後什麼有一起去露營啊 什麼那些 都一定有播出啊 那如果說 我們一起去露營 那應該就是在一起的 宋一鳴叫 匯豐播昂檔中 平時的兄弟姊妹現在變打妹打妹 14號呢 宋一鳴炮火 對準前教友王瑞玲 指他跟我們不止一次的道歉 希望可以趕快回到一起發光 你看扯這麼多 扯這麼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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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扯到最後 當然就 更多的漏洞就出來 一鳴他們的處理喔 就是說 可以再細膩一點點 榮耀歸於上帝 名號如虛彰顯 台灣車凡是複的記憶 所以我們就用很夯的一個心情 作為一個神職人員 更要小心謹慎去做事 我覺得這張康康講得非常棒 我第一次看康康在訪問裡面 講這麼好 他你大十幾歲的老婆 用腳一直這樣 你去啦你去啦你去啦 然後還錄影 感覺好像媽媽在叫小孩 他還要去踢他說 欸 他裝這個不是感覺是媽媽在叫那個 只是說我兒子不會動手 所以這夫妻相處之道 這個還用多說嗎 所以我會鼓勵他們 很辛苦 很辛苦被一直攻擊 最簡單的普世價值 當然就是不能打老婆囉 也奉勸全天下的男人 我們是個男人 真的 不要動手 我在這上面應該算是開